一个快递 另外 请以此为谨 遵守公共秩序 不要再在安静的 屠乳场合大声喧哗 老三 老三 姐 帅哥去了 起来换衣服 你干吗呀 大姐 你 大姐 干吗呀 人家厂长的儿子 人家是那个 德国那个 海德堡大学 你们说是 这将来你要是 跟他能成了结了婚 在海外一定居 我跟爸我们几个 还得时不时到国外去 看望你 还能出个国 我跟你说 那是因为你姐夫 跟厂长的关系好 你才有这样的机会 要不然人家 还不答应见面呢 爸 帅哥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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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听明白了呢 这个你不是在给我相亲 是在给你们家 黄晓诚博士同事吗 何清啊 把我当什么 王兆军 那黄晓诚也得是皇上呀 不许这么说你大姐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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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不管 我是不去 你自己留着吧 你用啊 我是不会去的 不是 你这说什么话呀你呀 乖了 乖了 我睡觉了 你 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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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了 你走了你走了 我不会去的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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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轴 不知道你这么轴 一点都不了解大姐的用心 这可不是我自作主张 这是咱爸交给我的任务 上次给你介绍的人 你嫌人家丑 是吧 他这次可是高富帅啊 你怎么又不去见呢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 行行行 你就这么继续拧吧 你再那么拧下去 我也不管你了 反正人我是给你介绍了 见不见你自己看着办 不过话说回来 以后咱爸要是 再找你的麻烦 你别拿我当垫背的 好 千伤不烂了 白咔子 黄牧丹呢 黄牧丹呢 她长得稀里糊涂 不靠谱 我来她走然 МУЗЫКА 他不靠谱 我看是你不靠谱还差不多 全师傅 进来 全水 你怎么来了 姐夫 大姐到家里来 比我跟你厂长儿子相亲 还拿出咱爸来压我 什么意思呀 快快进来 全水 快快快 来 坐下坐下坐下 全水呀 这是办公区 你说你大吵大嚷的 人家还以为你大姐夫 我出什么事了呢 我给你倒点水啊 大姐夫 我就想知道 这个事到底是你想让我去 还是大姐要我去 来来来 喝水 全水呀 这事呢 还真不是我的意思 提起这事来 那我也是一肚子气 那天厂长和厂长夫人 请我和你大姐一块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 是你大姐主动跟人家说的 我能看出来那厂长夫人 其实心里挺不愿意的 然后 摸不开面就答应了 就是 这事虽然你大姐办得比较鲁莽 不过听她姐夫的啊 既然人家厂长一家已经答应了 但最好还是去不去呢 现在咱不大气 还显得你大姐办事不周 不 为了不引起没必要的误会 所以 所以我就要去相亲是吗 不但要去 那还得见机行事 毕竟人家是厂长 咱得罪不起你说呢 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 政治交换的牺牲品呢 这话说到哪儿去了 你大姐这事办得确实如梦 我批评她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眼里面 觉得这相亲是一件什么挺 喽 对 比较喽的事 不过大姐夫觉得这个 相亲也不都是坏事 也有相成的 比如 我和你大姐 那当年就是咱爸安排相亲见面的 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还小军都这么高了 大姐夫 你说什么 你跟我大姐是相亲好人啊 你 大姐没跟你说过 大姐夫 你不用说了 我现在就去相亲 谢谢你啊 大姐夫 我现在就去皮肠子 对 大姐夫 有什么事 她就去皮肠子